這個系列的暴力永遠會停止 她太遠了 我必須嘗試 你得了一個好心 別再失去 保護家庭 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某 今天想看部好影集嗎? 這次要介紹的 是以黑馬之姿空降Netflix排行榜的動畫《奧術》 先說結論,《奧術》毫無懸念的是我們今年看過最優秀的動畫 其製作之精良、人物刻畫之深 可以直追2018年的奧斯卡最佳動畫片得主《蜘蛛人新宇宙》 甚至在音樂和世界觀上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雖然《奧術》是改編自超熱門競技電玩英雄聯盟League of Legends 但是是以前傳的方式介紹了幾位角色的生平以及地點的歷史 再加入一些全新的角色畫龍點睛 所以即使你和我們一樣並沒有玩過遊戲 卻一點都不會影響觀影體驗 甚至還會在看完之後對遊戲產生興趣 而想要先去補足相關的背景知識 我們也覺得日後如果有人想要改編電玩作品的話 《奧術》絕對是一本最佳的參考書 《奧術》的故事發生在一個名叫做Piltover的先進城市 以及在其下方的地底城市Zon 在遊戲的設定裡 這兩個城市原本是一個個體 但在一次的意外中導致城市一分為二 權貴門居住的上城Piltover越來越進步 而宛如被犧牲沉沒到地底下的下城Zon卻越來越貧困 導致在影集開始之前發生了一次暴動 最終卻以死傷慘重的悲劇收場 更加劇了雙城之間的隔閡 這次的影集一共有9集 分成了3個章節陸續播出,目前已經全部上架 故事主要環繞在下城一對孤兒姐妹Vi和Powder 以及上城一位極有遠界的年輕發明家Jaze身上 而透過了他們三人的遭遇 許多英雄聯盟的角色也都陸續出現 例如Heimerdinger、Caitlin、Echo、Victor、Singe等人 在影集中都有非常重要的戲份 相信老玩家們一定會看得熱血沸騰 不過我們覺得這次奧術裡面最動人的故事 是Vi和Powder之間的姐妹情 乃至於他們兩人和各自的養父、下城的兩代領袖 同時也曾經情如兄弟的Vander以及SoCo之間的婦女情 因此今天的節目我們想要藉由解析他們四人 來探討何為家人的核心議題 在繼續看下去之前請先訂閱頻道並且按下小鈴鐺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平台上搜尋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聽我們聊更多的好作品喔! 如同我們開頭提到的 這次奧術是根據《英雄聯盟》裡的原先設定為藍本 再加上全新的角色與故事改編而成 例如在原作裡,兩位女主角Vi和Powder 也就是後來的Jinx被設定成為死對頭 但在影集裡卻確認了他們的姐妹關係 後來被全新的角色Vander以及SoCo陸續收養 長大之後因為各種原因導致姐妹對立 更影響到了雙城整體的命運 現在就讓我們先來認識一下這四位角色吧! 你的警察需要工作 你的警察需要工作 我希望我可以說 你會更容易,小鈴鐺 但我會罵 我可以說的是 她仍然需要你 他們全部都做 所以你會說什麼? 女主角之一的Vi在遊戲裡是一位Powderver的執法者 個性衝動易怒,凡事都想以暴力解決 即使身為執法者,但是對於當權者時常斥之以逼 她原本的出身不祥 只知道她曾經在下層Zone待過很長的一段時間 而艱困的環境也造就了她的堅韌 遊戲中Vi是一個擅長近距離肉搏戰的鬥士 而這一點在影集裡也完美地被體現了 在養父Vander的教導之下 Vi成為了眾孤兒的領袖 每次遇到難題,就會試著靠她的雙手打出一條生路 Vi在全世界中最為重視的就是妹妹Towder 也因此即使在眾人眼中 Towder是個只會闖獲的倒楣鬼 她卻總是不離不棄 無奈造化弄人,養父Vander 遭到曾經親如兄弟的宿敵Silko陷害 Powder又在救援的重要關頭再次出包 導致Vander和孤兒夥伴們慘死 失去理智的Vi將怒氣出在妹妹身上 也埋下了兩人之間日後絕類的種子 長大後的Vi雖然一心想要回到妹妹身邊 但在她眼前的早已經不是當年那個Powder 而是被Silko養育成心狠手辣的暴徒Zinx 老毛 少少少 老毛 爹 老毛 啊! 根據官方的介紹,Jinks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 是個拿著一堆武器亂揮的瘋女子 但很少有人記得,她原本也是個相對來說純真的女孩 喜歡敲敲打打,有大膽的想法卻總是格格不入 而這次的影集則回答了遊戲中Jinks人設裡最大的疑問 是什麼讓這個有創意和理想的女孩,變成了一顆不定時炸彈? 因為年紀的差距,Powder從小就十分依賴長姐Vy 而建議的Vy也把妹妹視為自己的責任 因此不管Powder犯過多少錯,都總是能獲得姐姐的原諒 不甘心成為累贅的Powder也不斷地想辦法,想幫助大夥 無奈每次的結果總是不如預期 後來更導致Vender和兩位兄弟慘死 原本就自責不已的Powder 身平第一次遭到姐姐無情的責罵 後來更誤以為被Vy拋下,導致她理智斷線 直接投入了對她釋出善意的Silco懷中,成為了她的養女 更在Silco的教養之下,長成了惡名昭彰的Jinks Vy拋是這次影集版的原創角色,被設定為是下沉Zone的領袖 原本有著地下城獵犬稱號的Vender一直帶領著Zone爭取著更好的生活 但在經歷了影集開始時的那次暴動之後 Vender意識到還有更加重要的東西 而作為領袖,她不能不將所有人的未來考慮進去 於是她一改以往蠻恨的作風轉為低調,在地城中經營著酒店 並將Vy和Powder等幾名孤兒視為擠出 不過她雖然不想找麻煩,不代表麻煩不會找上她 而她也即將發現,身為領袖就代表著自己得要做出終極犧牲的心理準備 同樣是這次影集版的原創人物 乍看之下是全片最大返派的Silco 其實是一個極具人性的角色 在影集開始之前,她和Vender是稱兄道弟的交情 兩人也曾經一起為了Zone的福祉努力著 但後來發生了分歧,甚至兩人一度以性命相搏 在鬼門關走了一圈的Silco變得更加心狠手辣 無所不用其極地想要完成自己最大的心願 和上臣Piltover平起平坐 在Vender過世之後,Silco在現場遇見了精神崩潰的Powder 並被她出乎意料地緊緊擁抱 這一抱讓Silco發現 眼前這個小女孩和自己一樣被最信任的人拋棄 煞娜之間兩人似乎心靈相通,也成為了命運緊緊相連的婦女 從上述的介紹中我們可以看出 雖然Powder曾經也被Vender收養過 但是Vender很明顯地把教養Powder的責任交給了姊姊Vide 所以對於Powder來說,在情感上Silco才是她的爸爸 因此接下來我們想要藉由解析Vender和Vide 以及Silco和Jinx這兩對婦女 來探討他們對於家的不同認知 作為下沉的領袖 Vender一直都在為了所有人的利益奮鬥著 但在經歷了死傷慘重的暴動之後她有了覺悟 這樣的犧牲是不值得的 也因此她從那個時候開始選擇了忍辱負重 甚至願意跟上層的執法者達成協議 或許這樣的生活並不容易,但至少不會再有人死 在Vender的心裡 她的家不只是Vide、Powder等人 更是整個污水巷弄 而她也會願意為了這個大家庭裡的任何一個人犧牲 但是Silco卻不會 在她的定義裡,家是非常小的 只有少數她無比信任的人才是她的家人 在和Vender親如兄弟時 她最大的信念就是跟著Vender一起奮鬥 但沒想到Vender竟然很加心來想要殺死自己 因此在她重生之後 她唯一的目標只剩下針對Vender的仇恨 她要Vender後悔,曾經背叛過自己 而這也是當Silco接納了Powder之後對她說的第一句話 沒關係,我們會讓他們後悔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Silco會用有如毒品般的圍光強化並且控制身邊的人 唯獨只有Jinks沒有 一直要到她身受重傷 Silco為了保住她的性命,才不得不用圍光幫她續命 也就是說,即使很毒如Silco 應就會盡力保護她最在乎的家人 而她唯一的家人就只有Jinks 換句話說,不管是愛還是恨 Silco永遠都是以家人為優先 而對比兩人的想法就不難看出 Vender觀念裡的家是家族 而Silco觀念裡的家是家人 而他們觀念上的差異 也直接影響到了兩人各自教導女兒的做法 在經歷過影集開頭的慘劇之後 Vender明白了下層和上層之間有著難以跨越的差距 就算撞得頭破血流也無法改變 而她也知道身為大家長 自己的一舉一動將會牽動所有的人 於是她一改以往橫衝直撞的作風 甚至寧可委屈自己也不要讓衝突發生 而在看出Vender具有領袖氣質 卻和年輕的自己一樣容易衝鬥之後 便更加小心地栽培著Vender 並且時時叮囑她身為領袖的責任 也才會在孩子們闖禍之後 將所有的責任歸咎在Vender一個人身上 對於Vender來說,所有的家人都是自己的責任 而身為長姐的Vender 必須也要有這樣的自覺 才能確保其他弟弟妹妹的安全 這樣的觀念也促使Vender和Vender 寧願背負被誤會的風險 雙雙和上層的人打交道 只是這樣的行為看在Silco和Jinks的眼中 卻反而像是一種和外人交好的背叛了 因為對他們來說 家人之間最重要的就是忠誠 只要能夠不離不棄 就算和全世界為敵也沒關係 可是如果家人不挺自己 那他們寧可犧牲整個世界 當年Silco和Vender反目成仇的主因 就是在暴動之後 對於上層有了不一樣的想法 雖然影集沒有說明 但很明顯的是Silco堅持要走激進的路線 但卻被改變心意的Vender給阻止 最終導致兩人與性命相搏 當時沉入湖底的Silco 心中那種不被兄弟理解的苦 遠遠大過身體上被劇毒侵蝕的痛 也因此當他接納了Jinks之後 不管Jinks闖出了多大的禍 都心甘情願地幫女兒擦屁股 因為在他心中 這才是家人應該做的事 不管別人怎麼討厭Jinks 在他眼裡女兒永遠都是完美的 在第九集裡 當Jinks選擇成為了Jinks之後 對姊姊說 我以為你或許還能像以前那樣愛我 哪怕我不一樣了 這句話倒進了他心中對於家人的定義 那就是永無止盡的包容 不管犯了多大的錯誤 只要對方仍然把自己當成家人 那自己就會原諒就會包容 而唯一對Jinks做到這一點的人 只有Silco 因為即使當最後Silco死在Jinks手上 最後說出的話並不是責怪 而是 我從來就沒有打算把你交出去 此時的Jinks才明白 他親手殺死的是真正的家人 也才讓他徹底斬斷了Powder的身份 完全進化成爸爸口中完美的Jinks 身為家長的Vander和Vi 知道自己得要為其他的家人負責 因此得要從大處著眼 時時提醒自己 也要定下嚴格的規範 確保眾人不會出錯 但是身為弟弟妹妹的Silco跟Jinks 則是以自身的角度來看待家人 他們願意為家人付出一切甚至犧牲 但前提是 對方應該要同等地對待自己 換句話說 Vander和Vi對家人是愛之深則之切 而Silco和Jinks則認為 家人就是無止盡的包容 其實在看完影集之後我們覺得 Vander和Vi以及Silco和Jinks 各自對於家以及家人的觀念和行為 都不能說是錯的 因為說到底他們都還是愛著彼此 唯一可惜的 是他們之間有太多的誤會與太少的溝通 再加上大環境的各種威脅與挑戰 最終才會導致這個家分崩離析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之後 你是不是更加喜歡這部影集了呢? 其實奧術還有非常多的內容我們想要討論 所以如果你想聽我們解析更多的角色或是議題的話 歡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平台上搜尋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聽我們聊更多的奧術喔! 我們每週都會有新內容上線 除了YouTube之外 現在也推出了Podcast 歡迎到各大平台搜尋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